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12月26号的吉隆晚间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金融市今年的跨年活动很不一样 连续举办两天 30号登场的是演唱会 31号是公益跨年晚会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除了宣传跨年活动的消息之外 也公布海科馆IMAX海洋剧场 即将开始试营运的好消息 12月28号起到1月6号 将开放给周边六里的军民免费参观 金融市今年的跨年活动很不一样 连续举办两天 30号登场的是影歌星演唱会 由许孝顺和杨岳儿担任主持 邀请到安心雅 陈诗安 景延觉等影歌星 31号则是公益跨年晚会 目前已募集到30多万元的爱心赞助物资 当天收入将全数捐给家福中心 今年的跨年系列活动 七分为12月30日的 首位睡末演唱会 其12月31日的宋阮这个跨年晚会 30日的演唱会是由我们民节目主持人 我们的鄉亲的乡亲喜孝顺 以及我们的乡亲杨岳儿来担任主持人 并邀请到我们陈诗安 安心雅 我们的歇斯敏 还有我们的曾敬敏 还有严爵等和我们市民朋友一同来欢度我们的一个税末 此外我们31日的宋阮跨年晚会是以我们基隆江湖中心来合办 我们目的是希望大家在享受跨年习业的同时也能够发挥的爱心做公益 我们音乐爱 所以我们在12月30号我们有一个跨年音乐会 我们因为爱 我们12月31号我们一个寒冬睡末的宋暖义卖活动 让我们基隆市所有的市民朋友啊 在我们12月30号 12月31号我们享受来enjoy我们睡末的联欢 也让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在31号发挥我们的爱心 让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因为市民朋友的爱心 让我们所有的基隆市民朋友获得大家的关怀与温暖 我们希望那一天来参加的市民好朋友能够穿保暖跟防湿的衣服 另外第二点 我们为了要接受我们的市民回家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舒适的环境 所以我们的公车在12月30号我们最晚 因为那天12月30号是10点半就结束 那我们会最晚在11点10分回最晚的发搬 有十几列 十几号的那个限度的那个公车 12月31号跨年的时候最晚是在11点40分为最后接送的一个公车 30号演唱会7点到10点半在基隆港东三东四码头举行 31号送暖跨年晚会 7点起在文化中心广场举办 欢迎民众这两天到现场臭热闹 也邀请爱心民众持续赞助爱心物资 送爱给弱势孩子 另外跨年活动记者会上还公布另一项好消息 就是海科馆IMAX海洋剧场即将开始试营运 开放分为三阶段 首先是12月28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6号 开放给涉及周边六里居民免费参观 开放我们的3D的IMAX剧场 给我们六个里的邻居先来做体验 那时间是12月28号到1月6号 1月7号到1月13号 我们就开放给全基隆市民也是免费 1月14号以后 其实我们也没有对全国最做一个很大幅的宣导 所以应该基隆市以外的地区的人来可能也不会很多 所以应该还是主要是给我们基隆地区的乡亲一起来体验 海客馆IMAX海洋剧场 102年1月14号到月底开放全国民众参观 当天将举行市营运典礼 2月起则正式对外营运 记者曾均云采访报道 215号到月30号到月1月 2日oup